這些人都要被民進黨 列為中共同路人 是在地協作者 外地協作者 對啊 因為我們只要 講出類似的話 人家就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美國是中共同路人 那為什麼那個Agrino 可以這樣講呢 Agrino也不是第一次講 我們講白了 市長對Agrino講這種話 我大概只有一句話要回他 比如說 我們前天又傳出一個消息 說美國要賣給我們 真層空對地飛彈 要裝在F16V上面 結果要賣給我們50枚 總價是台幣21億 你知道什麼時候交嗎 2028年3月 就是2027打完以後 是啊 錢先給 是嗎 那為什麼現在 這個東西又會浮上台面 就是要先收錢 因為他要包給雷神去製造 50枚飛彈 收21億台幣 2028年交 這什麼東西啊 國防部要不要背詢一下 你現在給我們的訊息都是 2026 2027就會打 結果你現在交件的 我跟你講交件 2027 2028的 美國的軍購可多整 請國防部列出清單好不好 有多少是2027還沒交完的 請問F16V 2027會交完嗎 即使交給你 你還有訓練 你飛機的飛行員還要上去受訓 你來得及嗎 結果一天到晚都放這種什麼新聞嘛 2027大陸的武統就準備好了 結果美國的武器還沒給你 隔年再給 所以我說國防部長要回應一下吧 王蒂宇怎麼不講話 沈柏洋 這個Akirino在認知作戰 這裡面的矛盾有多明顯 我們台灣買了一大堆軍購 一大堆都是2027 2026 2028才要交件 都要先付錢 會不會到最後是就沒交啊 不可能 都已經不一樣了還交什麼 就是收錢了搞不好就沒給啊 就到時候形勢發生變化 所以我說如果連這種問題 民進黨政府都不去正視 然後還在那邊一直付錢 比如說這個曾成飛彈 你還不要付錢 他現在就說2028年3月才要交貨 你這個還要付錢 你好意思付錢 21億耶 美國一定要承諾2026年就要交 不然我們不付錢 敢不敢這樣講 所以我說這是什麼政府嘛 一天到晚在那邊放天燈 說美國又要賣給我們什麼武器了 我現在都不注意是什麼武器 我都先注意什麼時候交貨 什麼時候交貨 什麼時候交錢 每次都是立刻就要交錢 現在有財政部在那邊說 搞不搞要徵稅 你徵稅個頭啦 你付錢給美國 美國武器交貨什麼時候交啊 請你告訴我們 如果不能夠在2026交的 暫時都不買 可不可以這樣 所以這莫名其妙嘛 一大堆賴清德那天還講 說我們剩下的七部潛艦 就一次編列預算 全世界沒人這樣搞的 我們怎麼知道 這一艘潛艦的作戰能力 什麼時候交潛艦 不 我們的潛艦第一艘 已經下水嘛 請問他的作戰能力驗過了嗎 你現在要我們立法院 再編預算一次編七艘潛艦的預算 結果現在突然收口了說 一艘兩百億就好了 奇怪 不是八艘要四千億嗎 怎麼現在變成一艘兩百億 兩百億七艘變一千四百億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潛艦的 作戰能力很好呢 證明能下水而已 沒有人這樣編預算的 你做了一個潛艦 我們是第一次做 你要先看一下他的作戰能力 跟其他軍種的配合能力 然後再決定要做多少 所以賴清德 你就這樣 就要推出你的政見 七艘潛艦預算一次列完 中華民國的錢 都是像你們這樣花的 不是2028才交建 2027才交建 不然就是你一下七艘潛艦 要一次單列 有這樣玩的 我跟你講 這件消息 其實有三大特點 其實非常非常難以理解 所以這個新聞怎麼出來 首先第一個 它發生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這去年的聖誕節 你要搞清楚 去年現在到現在多久了 已經三個多月了對不對 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第一怪 為什麼搞了這麼久 然後第二怪 它在哪裡發生的 它寫的新聞 我不是亂講 它在越南店 我們都知道 我們知道 錢秋我相信你也知道 什麼叫越南店 然後美國人在越南店 勾起我們小的時候的回憶 我們小時候在中南北路 看到美軍就是拿著威士忌 帶著八二九 這種情況一點都不稀奇 當然我相信他們 不會穿著制服在裡頭 這是第二怪 就是說如果真的 然後第三怪的時候 就是說 居然三個小混混的 還拿著消防酸 把美軍 黃飛鴻 對 還是特種部隊的教官 打得滿地跑 那個時候張蒂英 在我旁邊講說 不可能 特種部隊的肩膀 都跟他大腿一樣粗 怎麼被小混混 打得不得了 我覺得澎湖真的是 出人才 以前我們有個電影 叫風貴來的人 全部是黑道 不得了 那時候我看了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們還在電視上討論一下 覺得說 不得了 怎麼可以澎湖人這麼厲害 把美軍特種部隊 打得亂七八糟 那應該是我們到 官場去訓練 美國人當特種部隊 他們反正都挨打 後來突然發覺 那個時候我當時猜測 我說 是為了美國人 要平息大陸的怒氣 告訴你們說 終於放出消息 說我們的特種部隊 其實沒什麼 無三小了 其實被你打得亂七八糟的 那這樣子的話 也不構成任何威脅 好了 現在突然發現 否認 配合剛剛亮哥講的情況 就是說我懷疑 國防部裡面 很多人不會講英文 根本搞不清楚 上一次不是講那個什麼 為什麼衛星 講成飛彈那種問題 都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說 他把這個消息放出來 我跟你講 我自己覺得 比較有可能判斷 是因為那個 洪湖放這個消息的人 他拖了這麼久 他覺得可以了 因為最嚴重的是 他心裡有覺得很不公平 因為那個打 那個三個洪湖小洪湖 一個人被判了半年 對 半年是很嚴重的 因為在台灣來講 詐騙犯回來 壓個二十分鐘 就放回家了 他們壓個半年 三個人 打錯人嗎 不是 你這個派的結果 你當然會覺得說不公平 那你新聞記者本身 是為了地區這樣的公平錯 沒想到美國的特種軍官 被人打成這個樣子 昨天以前 我一直認為說是 這個派一個戰技級的 我們戰術戰略戰鬥 對不對 他只是一個戰技 教一些戰技 有什麼好找美國人來教 但我昨天看完那個 新兵訓練捷訓的那個 拍那個影片以後 我說真的是需要美國人 來教我們戰技 我們那個新兵訓練那個影片 外韓人可能看不懂 你們女生看不懂 看不懂 但我們老兵一看就知道 我們男生也看不懂 沒有一點 沒有一向及格的 如果這種部隊送到戰場 誰會當炮灰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軍中當兵的 一定有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戰鬥時候 沒有 不射擊不出槍 對不對 你那個槍一定是放在身上 對 我要射擊的時候 槍才拿出來 當然 那你看全部在那邊擺拍 每個槍都這樣拿的 這就是百分之百的錯誤 第二個我想班長口令 射擊口令都下錯 我舉一個例子 他想說 開始鎮壓射擊 單兵戰鬥教練 絕對沒有這句射擊口令 標準射擊口令是什麼 200正前方低閃兵 開始射擊 你知道為什麼講200 200公尺 為什麼 這都有道理的 因為這個部槍 有兩個沾孔 你知道嗎 這個瞄準那個孔 有兩個 有前沾孔後沾孔 這個距離來講 因為子彈打出去是拋物線 那你要規定以後 你這時候如果300公尺 你要用前沾孔 200公尺你要用後沾孔 所以說這個每一句的那種 班長的下達的指揮口令 都有它的含義在 那你更不要講說 一群人擠在一起 一顆手就這樣 全部報銷掉了 對不對 像這些 沒有一個戰鬥動作 你看那個安兵 跟臥島的動作 我老天爺 這要那麼跟上床一樣 我們來講 那個臥島動作 當臥兵應該都知道 那要跟滑蕾一樣 滑一下 趕快下去 對不對 你這動作都沒有做出來 你光一群人在那邊擺拍擺秀 之所以說我跟各位講 如果說你覺得我們兵訓練好 訓練不好 你就要去問他一句話 你說你歸零射擊 這個 歸零的時候是打高調高 還打低調低 你問他懂不懂 知不知道 你就知道這兵有沒有歸過你 那如果真的像印太司令講的 2027年有戰事發生怎麼辦 就這群人就弄了半天都是炮灰 所以現在才叫美國人來教 我現在滿支持美國這些戰技來教我們的 其實還有一個人可以用 像我們這些老兵 大概以前在受過基礎訓練 單兵基礎教練 訓練比較紮實的 回來教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台灣可能國防部 覺得很沒面子 找我們這些人來教沒面子 所以只要找美國人來教 因為你教的都是一些戰技的動作 所以到底有沒有現役的軍人 美國的軍官在台灣來做些 早就有了 怎麼會沒有 從樂森雷達戰對不對 但是金門沒有 我相信金門沒有 被打的不是 可是這次是金門跟澎湖 對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金門來講 美軍不到金門去 美軍他只到澎湖 他們那時候823炮戰的時候 他美軍就不過金門 他已經跟 他不願意跟老共發生正面的衝突 所以國防部否認說金門沒有 但他不敢否認說澎湖沒有 其他地方 所以因為金馬地區 對美國來講是比較敏感的地方 他不願意跟老共發生正面的衝突 所以他們自己畫的那條 我們講海峽中線有沒有 就戴維斯中線是美軍自己畫的 是他們那條中線說 美軍他們自己不過那條中線 不是我們國軍不過中線 也不是說共軍不可以過中線 是美軍不會過中線 幫我們幫金馬打仗 是這個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個 含義在這邊 那之所以說美軍來講的話 說用卡52短穩2的戰機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需要的 老共自己有的這種直實的戰鬥 武裝戰鬥直升機 比這種性能好多 他還有一個圍頂徵收儀 那種的話 戰鬥功能來講 比這個俄國的卡52來講 性能要好得多 那些小卡52短穩390 20В